2020年6月10日 编号为11001的 由台湾自主研发的新一代 先进喷气式高级教练机T5永英 在台中清泉港机场正式首飞 中国台湾航空工业发展公司 继而在2021年3月2日宣布 将此教练机移交给台湾空军 T5永英进入到操作测试和评估阶段 宣布这个消息当天 台湾航空工业赌事局主席胡启雄 特意驾驶这架T5永英亮相 当天他驾驶了12分钟 针对这架飞机 他给出了非常满意的评价 认为T5永英是可以超出了公众期望的 而T5永英从研发到投入测试阶段 确实一直备受台湾当局的关注 台湾智库的某研究员曾称 永英一旦研发成功 将是全球目前最先进的第五代教练机 台湾航空工业也将迎来崛起时刻 那么被寄予厚望的T5永英教练机 到底是何水准 它能否真如台湾方面预期 扛起台湾航空工业大旗呢 话不多说 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 这款T5永英教练机 T5永英首飞亮相时 就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因为它非常像金国号战斗机 实际上T5永英教练机就是在FCK-1 金国轻型战斗机的基础上开发的 它从2016年开始研制 经过四年完成 对金国号机体超过80%重新设计 首先在机体外观上 T5永英高级教练机 把金国号的一间挂架取消 将一间改为圆滑过渡 很大程度减少了机体的阻力 其次 在机身材料方面 T5永英也紧跟时代发展需求 提高了复合材料别例 从原来不到10% 提高到了30%以上 集体减重效果明显 另外 T5永英在驾驶舱里也有了相应的改动 增加了后座 并在前后座舱盖支架上 安装4K高清显示器 这样 让后座的教官 在飞机起降过程中 不断获得与前方飞行学员 同等的视野 也能及时读取各项评显数据 在机体结构 没有太大改动的情况下 T5永英却在 机载航电系统上 做了巨大的减配 这辆轻型的教练机 没有安装火控雷达 火控系统主要通过模拟器来替代 这项减配的改动 如果只是就它教练机的制造而言 倒是无可厚非的 毕竟 教练机只需要满足 日常的飞行训练就行 不需要配置多高级的航电系统 所以T5永英的气动布局设计 完全符合第四代战斗机 和第三代高级教练级的标准 设计紧凑 具有良好的压升速飞行和机动性能 在技术渊源和技术标准上 与台湾空军现役的金国号 F-16V战斗机一脉相承 飞行品质不错 作为高级教练级来使用 是完全够格的 如前文所说 T5永英的研制 除了要满足高级教练级的要求 为能够替代由台湾数十年前研制的 AT3高级教练级 当局政府还是让T5永英 能够兼顾战斗机功能 补充到战斗机对规模中 我们先简单说说AT3高级教练级 它曾经是台湾航空业 一直引以为傲的产品 更是被视作台湾航空工业的象征 但今年来 它已经变得老旧落后 尤其台湾地区的空军现役装备 升级到第四代改进型F16V战斗机之后 AT3高级教练级 已经不能适应飞行员的训练任务 再来说说 台湾空军战斗机群情况 目前台湾空军拥有第四代战斗机型较少 常规用于保持机队规模的 仍然是第三代F5轻型战斗机 台湾航空工业公司 一直对这款第三代战斗机型进行改进 来满足空军防御的需求 但是如今已经改无可改 很难再有升级的空间 面临着不得不退役的局面 但是一旦大量的F5退役 台湾地区空军战斗机 短时间内便难以形成机队规模 因此难以执行升空拦截和监视任务 可谓是不堪重负 因此基于这些考虑 台湾地区空军才决定 在FCK-1金国号轻型战斗机的基础上 开发T5永鹰高级教练级 既能在教练级方面 全面让AT3退休 用了替代第三代F5轻型战斗机 具备LIFT入门级战斗机的功能 然而 要在T5永鹰上挂载武器 同时兼备战斗机功能 那么 T5永鹰可能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了 因为T5永鹰的原型机 FCK-1作为轻型战斗机 采用小推力发动机 这样的动力 无法配备空对空导弹 和空对面打击武器 再加上 T5永鹰在多项系统都做了减配 不但雷达和火控系统达不到要求 而且已经把M61A1型 6管20毫米的火神炮拆除 所以全机武器装备能力接近为0 加入战斗就相当于裸奔 永鹰选择使用美国F系列发动机 但是因为经费问题 最终放弃动能较大的F125 选择了F124发动机作为动力 单台最大推力仅为28级牛 而且考虑到它的原型机FCK-1 和大量采用复合材料设计等因素 其空重也有很大几率超过5吨 甚至达到6吨 正常起飞重量则超过8吨 拿其他主流的三代高脚机作为对比 同样安装两台F124发动机的 意大利M346高脚机空重4.6吨 由此可以看出 T5永鹰在整机推重比上 落后于主流的第三代高脚机 这不但使得其飞行性能和载荷能力 都受到限制 同时也使得T5永鹰 要成为战斗入门攻击机的目标 显得十分吃力 它只能携带大约一吨左右的弹药 只能简单地执行对地面的支援任务 如果永鹰不能换装推力明显 更大的加力版本的F125 那么未来想让它执行战斗任务 尽于只剩空谈 通过T5永鹰项目的开展 台湾航空工业业界 也曾一度燃起了重整旗鼓的希望 这主要是因为台湾整个空军的需求量大 从目前来看 台湾空军现役地用于训练和作战任务的高脚机 都挤一代更换 F5F和F5E夹起来有40多架 AT3高脚机40余架 全部需要替代 而机况更好的另一种美质高脚机 T34C 虽然比AT3更具有战斗力 但同样是1984年就已经开始服役 也是到了需要替代的时间 由此计算 T5永鹰在未来十年 甚至有130架的生产需求 这已经与FCK1 金国号战斗机的总数相当 就像金国号当年一度成就的台湾航空工业一样 永鹰被赋予这么高的希望是现实所需 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 台湾航空工业随着金国号项目的结束 从蒸蒸日上热火朝天的巅峰时期逐渐没落 如今甚至已经降到了冰点 期间 金国号虽然不断地升级 不断地改进 出现过翔升 翔展等翔系列 维系着台湾航空工业 但是新机项目是一直计划又一再延荡 十多年间没有新机研发项目 因此人才流失严重 大量金国号的研发人员被韩国趁机挖走 不断成就了韩国T50精英高级教练机项目 也使得韩国航空工业 这个后起之秀有超越台湾地区航空工业的趋势 而且反渗出台湾航空工业的落寞 T5永鹰作为上世纪90年代 金国号之后台湾地区航空工业的最大动作 的确在大规模采购F16V之余 用台湾地区本土工业科技的力量 弥补了低端轻型战斗机和高脚机数量不足的短板 基本达到了目的 但要把T5永鹰当作LIFT入门级战斗机 兼顾多用途和对地攻击机任务则显得不足 这是一款教练有余战斗不足的机型 所以说它能够为台湾地区航空工业力挽狂澜 则是夸张之说 这号称最新型的永鹰高级教练机 其实只是缩水版的金国号 或者双座版的金国号 它从技术上主要还是对金国号的复刻 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升级改进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的新机型 对台湾航空工业而言 在技术上促进效应不明显 所以永鹰项目 果然可以解台湾地区航空工业 一时的燃眉之急 但无法改变这些根本的问题 本集关于T5永鹰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